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一个便宜又滋补的健康食材 那就是这个海带 不管是海带汤还是凉拌海带的,家家户户都爱吃 但是很多人都低估了它的营养价值 不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滋补圣品 营养比你想象中的更丰富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海带对你的健康到底有哪些神奇疗效吧 功效一,预防性脑血管疾病 海带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使血液的粘度降低,减少血管硬化 因此,常吃海带能够预防性血管方面的疾病 海带中也含有丰富的美元素 美有助于降低神经和肌肉的兴奋性 维持心脏弹性,预防中风和心脏病突发 研究表明,膳食中供应充足的美 对于预防高血压,心脏病和各种心血管疾病有益处 功效二,降胆固醇 海带属于菌藻类食物 里面含有一些藻多糖,海带素,膳食纤维等 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脂的浓度 还能减少血酸发生 此外,其中含有的矿物质元素-钙合点 能够帮助人体代谢血脂 海带中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食物纤维 这些物质可以清除掉吸附在血管壁上的多余胆固醇 清理肠胃,总而排出多余的胆固醇 功效三,降血糖 海带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点 可促进胰岛素 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和葡萄糖 在肝脏肌肉组织中的代谢 从而降低血糖指数 还有海带中的藻酸 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 能减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 也可帮助排除体内的有害物质 对控制血糖很有帮助 功效四,利尿和消肿 干海带上有一层白色的粉末 并且还不容易洗掉 很多人认为那是海带受潮发霉所导致的 所以在烹饪之前就使劲地泡,使劲地搓 其实,海带上的白粉并不是默菌 而是一种叫做甘露醇的有益物质 甘露醇是一种珍贵的药用物质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甘露醇具有降低血压 利尿和消肿的作用 因此在泡发海带时,大家要注意 甘露醇遇到水之后容易溶解 所以建议大家洗的时候 泡发时间不宜过长 不然会导致甘露醇流失 减少营养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海带的使用禁忌 甲抗患者和痛风患者不宜食用海带 还有孕妇不宜多吃海带 这是因为海带具有善结化鱼的作用 孕早期的妈妈吃太多海带的话 可能会增加孕妇的流产风险 还有脾胃虚寒的人也要少吃海带 因为海带属含性食物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